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看着沉默的李高楼松岛清风轻声问 李先生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是不是直接召开家族会议啊 当面揭露松岛向北的阴谋和他的真面目 听到这话李高楼看了二毒一眼 不过二毒啊 却立马好像什么事都跟他没关系似的 毫无疑问一定是二毒给松岛清风出的主意 这一点李高楼都不需要去问 立马就知道 对于二毒来说 很多事情啊都简单明了 召开家族会议 到时候有不听话的 他直接动手杀了 尤其是那松岛向北 把他脑袋拧起来 什么事不都没了吗 李高楼轻轻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的说 再等等 马上就会有机会 他在想些什么 又做着什么打算 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 松岛清风倒没多想 他点了点头 显然对于李高楼好保留的信任 二毒左右瞧了瞧他低声说 我觉得吧 直接干就完了呗 不过李高楼没理会他 为了安全起见 李高楼也没选择让松岛清风啊 去通知更多的保镖过来 所以这边还是他们这几个人 数量上没什么增加 而事实上 这么一家普通的小旅馆 貌似也的确没什么人会注意 却说 一个男人靠着垃圾桶 低着头 低声的跟电话说着 杀了这个人 给我五百万 你不会再反悔了 没错 这是松岛先生的命令 我想你应该知道松岛先生有什么样的实力 所以怎么做 你应该清楚 这个人可不就是之前松岛向北 安排干掉松岛清风的负责人吗 我知道你是英岛市最强的狙击手 所以这个任务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吧 先给我两百万 事成之后我要离开岛国 到时候把剩下的钱给我 松岛清风的身份我也知道 杀了他 这辈子我不能再回来了 路边经过的人很多 但是没人会注意到 这个看上去普普通通的家伙 居然会是一名可怕的狙击手 可以 我现在把钱给你 很是痛快 负责人说着 而且啊 他能够在这个时候 给出他的地址 毫无疑问 在松岛清风身边有内鬼 随后电话挂断了 继续靠在这儿 把这根烟抽完 这名杀手才抬起头 表情有些苦涩 事实上凭借他的实力和身份 根本不用去接这么危险的任务 松岛家族在鹰岛市的势力 那无法用语言形容 就像他刚刚电话里说的 他真要执行了这个任务啊 恐怕他这辈子 都不能再踏上岛国的土地了 但是他也没办法 现在对于他来说 离开岛国才是最好的决定 而如果真要从这里离开 那他就需要大量的钱 这也算是为了自己的后半生 做准备啊 他嘟弄了一句 真是个悲剧啊 把烟头扔进了垃圾桶 随后这名杀手戴上帽子 神情充满冰冷 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 作为一名杀手 一个合格的杀手 他既然已经接到了自己的任务 那么接下来他要做的事 就是保持冷静 去完成这个任务 更何况 他现在必须抓紧时间 因为一旦被那个人知道 自己打算跑路 那可就真的完蛋了 阴岛市的夜晚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只是今年的樱花 似乎开得早了一些 已经隐约的可以在空气当中 嗅到那淡淡的香味 很简单的一座小旅馆 松岛清风一个人坐在窗前 时间已然来到了晚上十一点左右 他实在是睡不着 所以才会看着外边 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不过他并没有开灯 之所以没开灯 是因为李高楼单独发给他的一条消息 说今天晚上不管怎么样 都不能打开任何灯光 为什么李高楼会给自己发这样一条消息 松岛清风也不了解 但他却完全照做 哪怕自己睡不着 也没有打开灯 所以房间里边漆黑一片 他一个人看着外边 神色有些茫然 松岛家族如今的命运 他完全看不明白 只要想起来 就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压力 或者说他找不到 究竟自己的未来在哪 又是否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松岛清风 他自言自语了一句 父亲 保佑我 他这话刚说完 门铃响了 听到门铃的时候啊 松岛清风 他眉头就是微微的一皱 到了这个时间了 为什么会有人来找自己呢 所以啊 微微停顿的时候 他又一次听到了门铃声 松岛清风站起身 朝门边走去 然后他压低了声音 同时手机已经找出了 李高楼的电话 只要有任何不对 他只要是大拇指轻轻一按 马上会拨出去 同时他会大声呼喊 二读的房间就在他隔壁 这是李高楼安排好的 所以只要他这边有任何异动 二读马上会过来 小姐是我家族那边刚刚有条紧急的消息 听到这个声音 松岛清风微微的松了口气 然后他把手机放下了 这人是自己的保镖 对于松岛清风也算是忠心耿耿 尤其之前呢 生死逃亡的时候 这家伙一直跟着松岛清风 所以啊 松岛清风对他还是信任的 不过他却没把门打开 什么事情 这可就是松岛清风足够谨慎了 其实这也是啊 松岛向北一直层出不情的手段 给他培养出的一种习惯 门外的保镖又说 毛长老死了 就在刚才 听到这话 松岛清风脸色大变 眼神之中也出现一丝慌了 毛长老 这是他在家族那边 一直比较重要的长辈 对于松岛清风来说 很多事情的托付者就是他 尤其现在 他不在家族啊 那基本上就是毛长老 处理这些事情 所以现在 毛长老出事了 这对他来说 真是大事 也就在松岛清风 把门打开的时候 他房间正对的一栋 大楼的酒楼位置 一个窗口处 狙击枪冰冷的架在那 如同幽灵一般 杀手早就在这儿 埋伏好了 潜伏这种事对杀手来说最为擅长 甚至可以说 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工作 如果任务需要 他们可以在这待上一个月 只是为了将目标一枪击毙 按照之间约定好的 那么现在松岛清风房间里的灯光 会马上亮起来 那个时间一定非常短暂 但或许啊 他是唯一 甚至是最好的机会 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那一刹那 开枪击穿松岛清风的脑袋 心里默默地开始倒计时 就在时间马上要结束的时候 然后一把枪 从后边顶在了他的脑袋上 就那么猝不及防 并且极度简单 好像那把枪的主人 一直都在等待这个时刻 时间好似静止了 这个杀手停止了他全部的动作 他挣钱是为了活下去啊 如果连命都没了 那么实在可怜 他头也没敢回 不敢有任何的动作 他只是低声问了一句 你是谁 哪怕感觉那个人就在自己的身后 可他不敢回头 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有那样回头的时间 否则的话一切就结束了 结果就在他话出口之后 那把枪已经从他的脑袋上挪开了 杀手第一时间扭过头去 然后房间里的灯亮了 那个男人就在他的注视之下 坐在了沙发上 打开了桌子上的一瓶饮用水 他都没多看那杀手一眼 似乎对他魂不在意 差不多几秒钟之后啊 瞪大眼睛好像见鬼一样的杀手 张着嘴说了一句 李先生 然后他哭通一声 下意识的就跪下了 那种恐惧无法用语言形容 在这名杀手的生命之中啊 从来没有像恐惧眼前这家伙一样 恐惧过什么 他只是看见李高楼 就完全没了其他任何想法 浑身就止不住的剁嗦 这样的反应出现在如此强悍的 狙击手身上 应该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其他人这时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李高楼是个什么样的人 也同样不知道究竟李高楼可以带给他什么样的恐惧 没错 他们俩认识 或者说李高楼来到岛国的第一天就跟他认识了 当时他接到的黑龙会的任务 是要在机场的时候啊 击杀龚本水和田小花 当时的任务在他看来非常简单 于是他直接干掉了龚本水 但紧接着在他打算干掉田小花的时候 李高楼出现了 鬼知道那辆车里边 这杀手看到李高楼的时候是怎么的崩溃啊 尤其是当李高楼随后在他身体之中还留下了一样东西 那好像是一根针 他找了很多医疗机构 想让他们把这东西取出来 鬼知道那玩意到底多诡异啊 所有的医疗设备都没办法检测出自己身体里边的东西 并且那些医生直接告诉他 他身体里边没有任何的义务 你有这样检查的时间 你倒不如去检查检查你脑子去吧 听到这样的诊断结果 杀手甚至都开始真的怀疑 是不是李高楼真没在他身上做什么事情 只是吓唬他呢 但是每天呢都会有那么几分钟的时间 他身体那个部位传来那种无法忍受的痛苦 毫无疑问 这痛苦就是来自李高楼定下去的那根阴阵 而且就是那个位置 所以他确定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一定是那些医生的水平不够 而后他就听到了黑龙会被干掉的消息 整个覆灭 以后都不会有黑龙会了 天知道这消息对他有什么样的冲击啊 他也是真正对李高楼感到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 于是他打算跑路了 因为他不知道重新面对李高楼的时候会怎样 所以跑路貌似是最为正确的抉择 但是跑路得有钱呢 于是他又接了这个任务 打算这个任务结束之后 离开岛国和英式 果然是造化弄人呐 在这儿 他又见到了自己最不想见到的人